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大战人类高手的对局竞节 我是贾刚禄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手谭笑其短 大家好 我是谭笑 今天是为大家介绍Master与人类大战的第51盘对决 这也是最后一天了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基本上以每天10盘棋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频率 在两大网络平台上去跟人类棋手们交流 那么这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盘棋还挺特别的 其实我觉得这60盘棋的时候 要是缺少了这样一盘模仿棋 反而还有一次遗憾 因为真的想看看 Master对模仿棋会怎样出力 其实这盘是黑的模仿棋 但是其实还缺少一盘白的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大贴木时代 棋木板压力很大 如果是白棋模仿的话 那么Master是一定要破解的 但是黑棋模仿就是它只要能限制住 我们现在可以先进入棋局再跟大家聊 这盘棋的黑棋也是世界冠军 然后也是我们宝岛台湾的著名棋手周俊勋九段 然后它是选择从天原 然后这样它可以跟 因为它是黑棋 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模仿棋 它等于是下完第一步天原之后 我来模仿你 你下什么我走什么 对 但这样确实就像刚刚台湾器端说的一样 这一手棋有可能价值会变低 对 其实这个棋 黑的模仿棋 白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破解 就是让这部棋没有贴幕的价值 其实走一走 如果是说成细棋格局的话 这棋肯定是没有贴幕价值 只要是不下模仿棋的话 所以说黑的必然会在某一阶段变招 就不可能永远跟你模仿下去 这是一定的 对 所以应该派我上去 跟他下一盘模仿棋就好 其实白的模仿棋的话 要更内什么一点 就是更厉害 就是白的模仿棋 首先你下的人不能下错 你下错他就不模仿 就是他觉得你下的不好的话 然后如果你下好的话 还必须得形成 比如说破解模仿棋是蒸子 对 像蒸子之类的 但是一般如果你是用 用蒸子的方式破解的话 就会形成非常复杂的 这种大型的转换 对 就是那种动辄 就是半盘 对 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位 水平非常高的人 能够跟他下白起的模仿棋 其实Master就是压力也挺大 他不能有明显不好的 其实我觉得对方可能没什么压力 就还是他的判断太准了 只是我们没有试验出来而已 但总之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模仿棋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招法 就是像镜子一样 白棋走什么 黑棋走什么 对 现在就是纯模仿 对 因为模仿棋的重点就是每一手棋 它都是 就大家看是一边一边下 不能说你预测它 我不会先走这边 被你走起来的 对 我要先断 对 那么白棋也就转 对 然后白棋再走上面 突然发现这样的一盘棋 对我们俩的这个白棋 要求还挺高的 本来我们是潜意识的分工 一人一边 但现在 没有关系 对 模仿 对 现在大家就看到的招法都是一样的 我一会儿白棋也晕了 我别挂错地方 其实现在就是 就是每步棋其实都正常 但是Master始终是喜欢拖的 这一道是 我发现他 在基本上大多情况下 他都会选择拖 就没怎么见过他这个棋往这走 对 像如果是人下 我觉得多数都往这走 拖会少点一点 甚至没有这个责 他也不怎么 就是他也很多时候都会拖 对 是这样 这个是大家看这么多盘棋 会注意到的一点 得出来的总结 对 Master有他一些喜好 然后我也有点晕了 老师忍不住想把一个局部摆完 但是模仿棋的这个精髓 得每一步棋都要跟着对手 走 然后吃 现在我都有点晕了 是在该选下的 因为两边长得太像了 不过确实是也是因为是黑棋线 就是有一个天元的问题 如果没有天元的话就是白气模仿棋了 其实就听你 对 现在主要是有天元你就会发现Master他没有选择用蒸子破解 他就是慢慢的跟你下 然后让你这个紫的效率不够有天目 如果现在把天元拿掉该黑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也是白的模仿棋 很简单 就是现在的一模一样棋黑的在这下了一个 对 因为天元是没法模仿的 只有天元 对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看这个棋被Master下的已经是有点打散了 对 那么这个天元究竟能不能有 我是觉得刚才可能应该找机会不模仿 我觉得 那你有看到 比如说拖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选择把这边定型完 我上面飞之类的 这样求变 因为我觉得这两边在走后 然后这两个提个花 那这颗紫还有那么大的价值 就是说 因为贴幕其实挺累的 现在白的应该是打 对 然后黑的上面打 我气有点晕了 然后拐 然后黑气拐 然后白气搬 黑的搬 对 白度了 白度了一个 然后黑气搬 对 因为现在白的度的时候黑的也不能 没什么 这个时候不知道这时候其他搬 不行 这个地方你要贴出来被这个吃了 那么黑的等于是还亏了 你不能模仿别人模仿亏了 嗯 大家跟着模仿 这盘气就是执着的模仿 白的搬 黑的搬 白的搬 它这些等于是彻底的把自己走得特别厚 让你这个字没什么作用 对 而且这样因为是模仿 起码 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势必就会出现 就双方的厚是被抵消的 这样黑气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空的余地 而白气也没有 你这边提我这边也是提的 对 这盘气倒是看着确实挺有意思的 提掉的 嗯 黑气应该也是会提掉的 然后白气差二黑气差二 对 好像这盘气似乎就这么平平淡淡淡的结束了 因为现在可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解说的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这是一样的 然后这块和黑的上面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这个字 直几目你觉得 对 你说它直几目的价值 就其实是一样 比如说打比方先摆的飞一个 黑的飞一个 如果白这个跳一个的话 这个子它到底有没有木 有木是有木 就是像我无法说这个子到底净确到几目的价值 因为我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子放在这儿 我可以说出这个大概是一个具体的价值 但是放在这儿的话 因为对中间太广阔了 比较虚这手气 对 但是看着是没什么木的 因为好像黑的字体也围不了木 也没有限制白的围木 所以总结就是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有几目 但它应该没有一个贴 对 肯定是没有一个贴 小于七目半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对 那么小于七目半就意味着这期黑棋就难了 对 黑棋要赢了 黑棋的形式是落后的 对 所以当白棋点的时候 我们的周军勋老师周老师他有点觉得不能再模仿了 对他觉得这首再模仿的话肯定这番棋就输了 所以他希望说这个子也许可能会对战的有点帮助 如果能用上的话就是成功了 对所以他贴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失误是在于模仿太多了 就这首已经有点太定性了 对 我觉得这个局部和上面像这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局部我觉得可能是不应该模仿 我觉得 就你可以找一个时机 对在别人拖的时候我先扳 然后先定型完这个局部 因为黑的很容易定型成先手 然后再去小飞上面 求一些变化 对等于那边是要形成战斗 这边我走后然后那边形成战斗 听起来像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也是从事后来看对吧 对 对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有点晚了 确实都很厚 那我们来看黑棋贴起来之后 这个局部的战斗 黑棋的天元究竟有没有帮助 这算天元有个责 但白的上面那有一排 关键那一排好像太厉害了 确实好像现在黑棋下来都过分 对白的就虎嘛 这黑的粘甚至白的这地方还说有断 因为我们看这已经长到吧 蒸子都提前防好 全部防住 然后这白的就猴出来 黑的下面这三个还没活呢 所以黑棋是选择长 然后跳 但这样白棋还有手段 黑的是可能 当时想白的如果长黑跳 白的爬过的话 它这个字先是有价值的 就是它怎么过来 它就先至少装模作样的走一走 就是这部棋肯定是先是比刚才好多了 看着好多 或者这一袋怎么在 想办法中央紧拧一下 但是没想到 白的还有靠的这种手段 这一靠 这没有差 这好像已经局部很难反击了 稍微搬一个 嗯 那搬黑棋 白棋就连搬呀 对 黑的被断开了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等于是黑棋这脚上是牵手棋的 对 黑棋先搬 白棋去走 没走这下手 然后黑棋得走 对 黑棋现在走不到 黑棋现在跳被胡死了 脚上 如果跳这胡 可以挡下去肯定是杀不过的 至少慢两口气 所以得先做胡 对 然后白棋冲 对 这个局部下完可能 这棋就是下完了 对 因为黑棋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结果就是 自己的木变成了白棋的木 然后外面还有点薄 这白的自己成了实际木 黑的盖 就是可以看 黑的盖是这个状态 可以照一下镜子 它本来好好的实际末期 现在就变成几末了 5末 4末 差不多 4 5末 OK 算你5末 别那么可怜了 但是白的有10几末 等于是黑的白是10几末 等于是差了快20末的概念 黑的外面这几个子 说实话 说不好听的还有点薄 说好听的你可能能为点 有所收获 对 但是肯定是弥补不坏实际的损失 对 所以那么在本来就很 就是贴幕负担很重 很吃力的情况下 又遭受了这样一个战役的损失 对 那么这盘棋自然就是不行了 那么所以这样一盘黑棋的模仿棋呢 就是在白棋这样 把双方都变厚 然后打散的局面下破解掉了 是以失败告终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 不知道如果是白棋模仿棋 Master会怎么应对 但是Master至少交出了一份非常不错的 就是对于黑棋的模仿棋的打卷 对 好那么这盘棋的解说就讲解到这 然后感谢亲民朋友收看 也感谢谭夏的到访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